詞曲 李宗盛 曉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就像剛才我們事件上說的 我是同愛個社社長 所以我看了很多故事 我也很喜歡在那些故事 在我們開始要講社群影響力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講 請大家來看一個褲子 燒著一下 這是一個在正週二早上發生的事情 誰可以想我 就我那天睡不著 然後一大早我就在高雄的客工館晃 那晃來晃去我就發現 奇怪整個客工館這麼大 大部分 大部分 比多就看到一些 那樣穿制服的 在練氣功啊 太極拳的小團隊 那就很奇怪 這個地方是他們的優秘場 結果我去接了一堆人 那我就很好奇 所以就跑下來這邊晃了幾圈 然後結果看 人越來越多 這個是大概五點四星幾到五十幾 天成喔 那麼多的人 然後我就開始在想 這群人 是不是在等什麼 因為 他們好像也沒穿制服 也沒什麼 那問題是 五點多怎麼可能有表演 對 所以我就越想越奇怪 然後 我後來聽到 有人在問說 啊 你今天來得比較早咧 什麼什麼 我才確認說 啊 這一群人 有些人可能認識 所以他們應該是某個群人 然後 這個是六點的時候 六點的時候 居然所有的人都站得起來 然後你猜他們在幹嘛 中間還有幾個人站在那邊 好像是在 在帶領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健康操 答對了 這麼大的一個 應該算是社群 他們居然一起在六點的時候 做健康操 仔細聽喔 聲音上的聲音 有沒有聽到 好 好了 把它放掉 那這麼大群的人 他們到底為什麼會站在這裡 他們是什麼樣的群體 為什麼有辦法 召集那麼多人在 你們 有誰有辦法五點多六點起床 他們有辦法在這時候起床 全部都站在這裡 這很難的 那 這個問題就交給大家去想 我們現在就來回歸我們 什麼是社群的產品 你們看到了剛剛的社群 對不對 那我們 要開始講這個主題 我們必須要先開始批評 何謂社群 我覺得 人 人 我覺得人是一種群居的動物 所以 你不可能靠自己一個人 就在 大自然中 或是深山裡面活 你不可能自己織衣服 自己 織褲子 自己織鞋子 然後又可以去打地 還會見房子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 人與人的互動是必然的 那 既然人與人的互動是必然的 就會產生很多很多不同的社群 那 社群的定義 有學術 也有各方 就是各種的說法很多 有人是分地域性 像是 台北啊 高雄啊 甚至是 某個州 像那個 美國 歐洲 或者是加拿大 等等的 那也有人是 以興趣來分 就是像說 哦 我是游泳的 我是健身的 我是電影的 什麼美食 通通都有 那 一般來說 何謂社群 社群就是兩個人以上 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 而去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努力 達成他們的目的 這樣就可以是一個社群 那 當 你一個人可以參加非常多的社群 那 你要怎麼 在這些社群中 去 跟其他人表達你的想法 讓別人能夠贊同你 或者是跟你一起 實現你的夢想 你就需要很強大的影響力 那我們會說啊 什麼叫做影響力 影響力 說法也很多種 聽到嚇到嗎 那 影響力的基本說法就是 你有語言 或者你用你的自體動作 以及你的行為 各種方式 去 傳達你的想法給別人 讓別人願意去聽 應該說讓別人願意去理解 或者去認同你在想什麼 然後跟你 改變他們的行為 讓他們跟你一起做 你要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影響力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好啦 既然我們知道影響力是什麼 那它要怎麼發生 要發生的很簡單 其實非常很簡單 你知道有一個很勇敢的人 這個很勇敢的人是不簡單的人 他要站出來 他要勇敢的跟大家講他自己的想法 有時候這個想法會非常的 看起來非常的愚蠢 或者是非常的深奧 但是光是能夠勇敢站出來他就很厲害 那也會要有跟隨者 跟隨者可以是任何一個人 他可以是公民的阿嬤 公民或者是弟弟妹妹或者是誰都可以 那往往你會需要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這個明確的目標可以讓大眾去理解 或者很容易效仿 或者很容易實證說 這個可以做什麼 那自然也會需要一些說服力 也會需要一些信證度 那以我的心得來說 我覺得影響力就像一種洗腦 他洗腦了別人的能力 那有時候洗腦別人的人 自己也是被洗腦的人 接下來我要公布我們剛剛影片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我早上五點半 在那邊看到的斜坡上的 變成投影之後有點不清楚 然後這是五點三十九 你看我人忽然間變多了 然後到了五點五十七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在鋪 鋪一些報紙啊什麼 就坐在那邊等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就變成這樣 忽然間大家通通一起在做早上 很神奇喔 請願幫我PO一下 影片二 這是一對夫妻 他們學了這種 對四七功的東西六個月 然後他們就一起在 他們就一起在可動本做這種 然後別人覺得很好就來問 他說一百多了是 他說一百多了是 好虛喔 我剛剛數那天至少三百多 他對手都想起 一路路下來 每天在這打七功 所以一百三 藥有多力使用 多力拍子 對啊 我一個人在這把這種藥 原來一定是死的 然後一半 只是說吃那個藥 他在那裡的養餐 他在那裡全部認識 他在那裡覺得 因為我肚子是十二 好這樣子就好是十二 好 所以省錢又很健康 對 他們這對夫妻 就 把這 他們就在那邊 就科公館 然後散步 然後不點多地在那邊做運動 結果運動 你做完 呃 好 在這裡沒關係 就運動做完 他們就正在那裡休息 然後有一次音樂 什麼 然後別人就在問他 說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那 別人就開始說 別人 他就跟別人叫說 哇這 對我們很有效 什麼 然後別人開始做 那你覺得喔很有效 然後就一個待一個 然後變成 到剛剛你們看到那麼多的人 那 其中有很多人 都甚至根本都還不認識他們 跟他們沒有講過話 就是一年就是 應該說 一個 已經來這邊撐開幾個月 還不認識這位夫妻 到底是誰 他們只是這個時間 我就來這邊 那 要發揮這麼大的影響 你需要什麼東西 他們只有用一個擴音機 你們聽到那個擴音機很小聲 就是因為他們只用那個擴音機 然後加一個USB 就算是新的 總共也不到五百塊錢 然後人也 就夫妻兩個人喔 然後其他的像場地啦 電費 全部都是用公共的資源 那宣傳手段 就像你們剛剛看 喔很健康很藥 都不用吃了 然後他們還是免費的 免費參加 你什麼時候 你要不要來都隨便你 那時間你也沒得到 時間就是五點到七點 這段時間他們選六點 因為他們說 這時間最適合做氣功啊 有什麼早晨的 之類的 那他們可以做到這樣子 各位 你們覺得 你們都會有什麼樣的資源 你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問題就交給大家去思考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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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需要很多外地的人才來幫助我們 重建這個 我的世界 那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了一個交流 他們引進外地的人才 也把本地的人才給到外面去 然後這些見過國際世面的人 他們會再回來 他們會帶入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讓當地能夠成長 那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 他們 重點就是在 我要 如何改變這個世界 用 各個地區的 不一樣的資源 然後 通流 那 我覺得 很好的一個思考點就是 你要想 你身邊 有什麼樣的資源 你有什麼 例如 你有 誰 你爸爸 你媽媽 你有沒有家庭資源去支助你 還是 你有兄弟姐妹 你有朋友 或者 你因為 你在哪裡工作 或者 你是什麼學校 然後是 你可以運用什麼樣的場合 什麼樣的資源 然後 運用這些 你自有的資源去 想 我到底可以做什麼 像那個父親 他們就用了他們 退休後的500塊 就只是500塊 他們影響了300個人 那 我相信各位的資源 一定比他還多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做什麼 這不要看大家 然後 最後一個 其實 我們那個社團 不是只有研究一些故事 然後 只是 在 做紙上的活動 我 我 我自己本身也會很喜歡 像 聖誕節啊 然後就去 找人多的地方 然後去 發洩糖果 然後 跟那些路人講說 啊 聖誕節快樂 那 我遇過的就是 很讓我感動的就是 當然 也會有一些人 很不喜歡說 你吃糖果有沒有 也要更喜歡吃 也會有人會說 哇 你吃好棒 他 我會看到一個人 他可能下班 然後 很沮喪 他可能一個人度過 他的聖誕節 但是 因為他拿了我的一顆糖果 他開心的走回家 這種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你可以把 你可以考一點點的力量 你可能買給糖果 或說什麼 你就把你的快樂 你就讓這世界上多了一份不一樣的快樂 那我覺得這是 我們 就是 每個人 或者每個小團體 可以做得到的是 我們也可以有很大 對社會有很大的改變 然後 為什麼我要舉 Merry Christmas 因為 我這個 十二月 今年的十二月 我也有想要做 就是 發糖果 或者什麼 我也有找到一個朋友 他會唱 烏克莉莉 還會唱歌 他什麼歌都會知道 英文歌 你點得出來 他通通可以唱給你聽 那 目前我還在約他 我也希望各位 如果有興趣 可以加入我們 可以一起調理說 到底要在聖誕節前 還是聖誕節後 在哪裡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去 把歡樂帶給這個世界 謝謝大家 謝謝 因為你做了一點 小跟想法 應該不會照顧我的小 就是 就是 因為家 應該這種 這種 這種公民運動 應該在 全國的地方 越來越多 那家長 也有在跟 所以 我的案例是比較負面 但是 所以我就不講內容 但是我覺得 從 家長參與的這部分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出了影響力一貫 就是 得到影響力之後 如何運用這個影響力 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 我家的這個案例是 它 它能利用這個影響力 去做 比較負面的事情 對 那當然 這個就是 我覺得 擁有影響力 不管是 擁有影響力之後 你要怎麼用影響力 才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影響力其實有很多種 洗腦的人 也可能是被洗腦的人 有時候 有些人的負面影響力 它卻影響了其他的人 導致那個人 他對某件事情 也是產生負面的概念 因為他被影響 所以 當他在遇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 會去排斥 他就 也會發展他的負面影響力 那 所以 我們要想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 讓事情會更好 好 那我的時間關係 我們謝謝佳德